18700平方米的秀场,360位模特,1600台陈设,500套造型,一场造势已久的品牌大秀权,被一个傲慢的嘴炮给毁了,忍性就要付出代价。 近日,在意大利奢侈品牌DD杜伴娜发布的一则广告中,出现了模特使用筷子吃西餐的画面。 结果,在INF上,因为拿筷子的姿势,DD的设计师和网友发生了争端。 在聊天记录中,这位设计师明确表达了他对华人的歧视态度,马上愈演愈烈,最终,设计师恼羞成怒。 大骂中国是谁一样的国家,甚至有网友把曾经DD官方INF发的致敬中国传统文化的视频发给他,希望他好好复习曾说过的话。 谁知他只毁了两个单词,FXCKU,excuse me。 是你们铁着脸,咬来我们的国家办秀,还请了这么多大抗称场面。 结果,却白咬一口,可笑的是,今晚DD在上海的大秀活动,居心有五百多个产品要宣传。 而现在,不少受邀开秀的明星已拒绝出席,连模特都跟着扒演了。 在众多明星中,演员陈宽的表现可谓又刚又烈。 他是在飞机刚落地才得知这电视,在每个工作室商量的前提下直接拍板,掉头回了北京。 看到这种状况后,工作室不得不为他闪耗,发出正式,确定陈宽将不会出席此次大秀。 而一向低调的坤哥,也没有为自己的行为解释太多。 只是在微博商量出了一张落地北京地面的照片,并配上一段意味深长的文字。 一步一步,踏踏实实,谨言慎行。 陈坤是第一个宣布不去DJ大秀的明星。 在他之后,李冰冰、张子怡、穆子阳、迪丽热把、火箭少女101全体成员等等,所有人站在统一战线,纷纷拒绝出席活动。 估计那位嘴里塞属的设计师,怎么也没料到,中国人都这么高。 于是,赶快到钱加贵铁,并把郭帅给了INF。 我的INF账号被盗了,我律师事务所正在处理这件事。 我爱中国和中国文化,对于发生的事我感到非常抱歉。 这个回应也太坚强,太恶心了吧。 实在没想到,一个国际奢侈品牌的设计师,水平竟能低得如此地步,无知素,文化窃视,且甜不知耻。 不过,解释也晚了,作为主办方的中国,根本不屑于听你解释。 由于多方罢工,毕竟今晚的大秀正式取消。 模特今宿罢演经过昨天,北京东方兵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宣传总监马海杰,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说,早在几天前,该品牌官方账号,发布了一则预热视频。 那时候我们就觉得不妥,但后来那段视频下架了。 今天该品牌创始人在个人账号发布的辱华言论,彻底点燃了现场模特们的怒火。 马海杰介绍,这场300人的大秀,原本是毕竟今年在亚洲的一场重点大秀,该公司的模特前天也彩排得很晚,没聊到事情变成了这样。 据了解,该公司旗下有24名模特,出席此次毕竟大秀,所有模特都是95后。 马海杰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表示,21日中午,模特群里出现了DG的品牌创始人间创意总监,Stephan O'Galbana在其个人账号上发布的辱华言论。 该公司模特们都很生气,给经纪人打电话,问是否还要继续参加下午的彩排。 马海杰回忆,接到模特们电话后,经纪人也很惊讶,立刻向公司领导请示,得到的回复是,让模特们不参加彩排。 在后台等候,同时,模特公司也一直联系该品牌此次活动聘请的公关公司,询问DG官方是否出面道歉,并表达了官方不道歉,我们就不上台的态度。 于是,该公司所有的模特都在后台等候,没有一人上台,下午一点左右,该模特公司在企官方微博上发布消息称,东方兵力24名模特已全部撤退。 马海杰说,当时公司方面想依次表达态度,到品牌方尽快就此事道歉。 大约下午三点,我们正式接到公关公司通知,说大秀取消了,马海杰说,目前我们公司在上海没有其他工作的模特,都已经坐上了回京的飞机。 生于1999年的王涵是曾遇了本次扮演的模特之一,他已出道近三年,走过多场奢侈品大牌秀,但这一次,DG的秀,是王涵职业生涯里印象最深的一次。 中午大概11点左右,我们正在彩排,这时我看到一个博主发了一条微博,趁意大力奢侈品牌,DG的品牌创始人间创意总监,Stefano Cabana发表辱话言论的微博,我立刻就告诉了身边的朋友,王涵回忆,那时所有模特正在彩排羡慕,过不了多久,周围的模特们都纷纷开始异论起了这个事情。 当彩排进入大连排的时候,几乎现场所有的中国模特都知道了此事,秀到要求我们换鞋子,换好鞋子后,有一部分模特,不愿意再继续演出了,拒绝在后台排队。 此时,王涵也站在了霸演模特的行业中,这个时候,有不少模特都接到经纪公司通知,说不要演出了。 大约12点半,王涵和与自己同公司,德模特决定集体扮演,离开了现场。 根据网友晒出的BG后台,不难猜出,现场是怎样一片狼藉。 除了明星和模特,商人也做出了反应。 11月21日晚间,养码头创始人曾毕波在朋友圈表示,行动才是态度,养码头以下架5.8万个地基商品,尊重消费者才是基本的商业道德。 当日深夜,度加班了两位创始人,使用品牌官方账号在INF发布英文,对不到言论一事只字不提,还表示对中国怀有爱与热情。 大秀取消对品牌和所有工作人员都很不幸,该虽然发布在国外社交平台,仍迅速发酵,引来各方网友不满。 11月22日,各电商平台开始做出反应。 淘宝、网易考拉、养码头、笑红书等平台均无法搜出该品牌商品。 18700平方米的秀场,360位模特,1600台承设,500套造型,一场造势已久的品牌大秀权,被一个傲慢的嘴炮给毁了。 而且,从目前事态的发展来看,很可能会影响这个品牌在中国的发展。 011980年,Domenico Dolce和Stefano Cabana创立杜加班纳,在动辄上百年历史的奢侈品里。 她只是小孩子。 1985年,杜加班纳发布第一个女装系列,当时的模特有两位设计师的朋友客串,这也奠定了她后来不走寻常路的格调。 首个系列并未帮她打开市场,直到以40年代意大利电影为灵感的第四个系列发布后,品牌逐渐声明确起,逐渐增加了内衣、泳衣、男装、香水等产品线。 真正爆红走到一线则是到了1993年,当年,杜加班纳给麦当纳的环球演唱会,制作为150套演出服装。 反响热烈,明星与名人也开始热衷与其合作。 麦当纳、阿吉利纳朱莉、梅多利亚贝克汉姆、莫尼卡贝鲁奇都是她的老客户,但几年来,杜加班纳活得并不如意,根据意大利媒体的披露。 杜加班纳姆公司在截止2018年3月31日的财年销售额为12.90,1欧元,较上一财年销滑了600万欧元。 稀税折救她销钱利润为1.5欧,1欧元,同比减少1200万欧元,稀税折救她销钱利润率,同比上升1.1,个百分点至12.2,但在奢侈品行业里属于低水平。 在奢侈品牌里,杜加班纳是个小矮子。 香奈儿2017年,总销售额96.2亿美元,约和人民币914亿元,净利润18亿美元,约和人民币117亿元。 杜加班纳一年的销售额只和香奈儿的净利润将将持平,再做个更近的对比。 中国本土服饰品牌则骂2017年,为营业总收入有120.28亿元,海兰芝加则有182亿元。 这种状况下的杜加班纳曾收到收购邀约。 但创始人在采访中,透露他们拒绝了所有的收购报价,要与路易威登这些大型奢侈品集团正面斗争。 杜加班纳选择了网红营销和全球画两条路。 2017年,在秋冬男装秀上,杜加班纳请来了时尚博主GoGoBoy和男星圣一轮,陈学东。 美国音乐人Liano,Ritri的女儿,影星JudeLong的儿子,他们不只是来看秀,而是登台代替专业模特走秀。 他班纳还建议到场采访的纽约客记者上台走秀,我现在就去找人给你化妆。 在秋冬女装秀上,120多名网红,黄氏成员,新二代,VIP客户登台走秀,新款手带上映着All In It's Love Fund, WIFI,我只需要爱和网络。 如果说和名人走得近是杜加班纳一项的传统,海外市场是它上不能熟练掌控的领域。 中国是全球收质品的主要市场,在全球收质品中的支出份额持续升高。 到2018年已买下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奢侈品,根据咨询公司本Banko的数据,在中国大陆排除价格上涨因素。 奢侈品的年销售额按当前汇率同比增长18%,达到320亿欧元。 更重要的是,区别于早年的代购潮,中国本土奢侈品消费正在激增。 2015年至2018年期间,中国消费者在大陆的购买额增长,了两倍于海外消费。 但2025年,根据本公司预计,越来越多中国消费者将会选择在中国本地进行奢侈品消费。 中国消费者将至少占全球奢侈品市场的45%,这意味着,作为奢侈品品牌,非来中国不可。 一直以来,意大利是杜加班纳最大的市场,但在生存压力之下,这两年它正在试图扩大全球影响力。 2016年起,杜加班纳从香港出发开始全球巡演,陆陆续续去了东京、纽约、北京等。 以前它可从来不在意大利以外办时装秀,就在来上海之前。 10月,杜加班纳首次走进中东,在迪外办了场大秀。 杜加班纳对上海大秀显然寄予厚望,在Instagram上。 最近一周,他每天都要更新好几条小视频,有的是模特式装,设计师拿着钉子调整尺寸,有的是他本人拍的上海外摊夜晚,还有三条官方制作的倒计时传播广告,几秒的视频里全是妙语,灯笼,巷子等中国传统元素的听接,以及热出争议的三条人物广告。 当然,外面的世界,对于杜加班纳和创始人来说,有点陌生,他们还没学会,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,把意大利元素包装的衣服,稳妥的卖出去。 在热麻烦的视频里,品牌方试图外意大利元素和中国元素包在一起,也许是想呈现不同文化的碰撞,结果表明,中国消费者并不买账,甚至很反感。 就品牌创意本身而言,这只广告连最基本的信息也没传达清楚,一个亚裔用筷子吃意大利面,就和杜加班纳有什么关系? 有公关营销专家告诉财经天下周刊,广告看起来很怪异,根本不知道品牌要表达什么,就像一个思维跳脱而傲慢的意大利人。 在中国人面前满口唾沫大讲一番,听者还一脸猛逼,傲慢会有代价,任性也是,水能载舟,亦能复舟,我们有能力把你碰到云端,就有能力让你摔至谷底。 图文来源网络,彩编,张延军,运营,刘远寒,作品均已入民出处,并不代表个人宫殿,和对其真实性负责。 如涉及作品内容,和其他问题,请在30日内与本网联系,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,文章归原作者,所有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,财达幕为金融文章内容进攻阅读,不构成投资建议,请谨慎对待,投资者去此操作,风险自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